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香蕉超人 在经历了国庆小长假的一个短暂的休息后呢,我又回来了 今天我在有频道,也就是BOSS德州扑克的BOSS的邀请下 参加一个货真价实的home game 排局地点就在一个朋友的家中进行 今天的几位新朋友各有特色,排局也是非常疯狂 那由于今天一开始大家的买入都是2000 我也先入乡随俗的买入了2000 当然一会儿肯定还会补马的 那让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排局吧 今天的第一把牌是一个五人桌 我上家的BOSS气牌后,我在COA拿到了K9杂色 作为试探,我选择游戏了这把边缘牌Open60 接下来装位,小忙,大忙,全部跟注四人底池 翻牌是K52两个方片 我们这边击中了一个顶对弱梯 大小忙都过牌后,考虑到这是一个私人底池 我也就没有选择拿这个顶对弱梯下注 而是先过一条街,随后的装位也过牌 一起来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方片四,排面形成了三个方片 并且在整个排面结构上开始对我们的范围变得不友好起来 这个时候,小忙第一个率先领打了150 大忙气牌到我这边 一般情况下,我都会有非常高的频率直接放弃我这个弱顶队 俗称剥削性气牌 因为在大部分home game以及所谓的线上司局中 降低这种情况下的防守频率长期来讲一定是正EV的 这个在之后的视频中有机会的话,我可以详细展开讲 但是在今天这个第一次接触的牌局中 我选择跟注一起来看合牌 最后合牌是一张红桃7 小忙再次下注300 那面对对手合牌的这个300的下注 就算是把7年前刚刚接触德州没多久的我抓过来 都会知道这里该怎么处理 但是有时候牌路上面所谓正确的处理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今天的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三个字 不一定 我选择跟注对手秀出68方片 我也把牌拿在空中秀了一下 我有K之后把牌扔进了牌堆 这边和已经看过我前几集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下 我这里没有在犯病 我很清楚自己的行动 那不知道我犯病特色的新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我往期的视频 也一样精彩哦 那在丢掉刚刚这个底之后 我在过了两手牌之后选择补马4000 继续战斗哦 OK那在经历了几把波兰不惊的试探之后 我们马上来看今天的第一把大底池 我在专位拿到了圈八杂色 Open120 小盲跟注 大盲跟注 Straddle气牌 三人底池 这边提一下 小盲的玩家在今天接下来的手牌中会频繁出现 并且形象酷似西游记神话人物天鹏元帅 所以我们就称呼小盲玩家为天鹏元帅吧 我们一起来看翻牌 翻牌是圈五六两个草花 我们又击中了一个顶队 在经历了刚刚的试探 同时这把牌我们又有位置 因此在大小盲都过牌后 我选择下注半池200 天鹏元帅跟注 大盲气牌 单挑看转牌 Bingo 转牌又是一张圈 那面对天鹏元帅相对比较宽的范围 以及充满了各种听牌的公共牌面 我肯定不会再转牌停枪 在天鹏元帅再次过牌后 我下注500 天鹏元帅也再次跟注 看合牌 合牌是一张方片A 这张A除了是让听A花的组合击中了之外 对于其他任何听牌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但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天鹏元帅突然直接推出了他剩余后手1200 虽然对于这个All-in我一头雾水 但是我们这里有三条圈 于是我选择跟注 天鹏元帅则是直接埋牌 并没有秀牌 留我一人在风中凌乱 在完成与天鹏元帅的第一手对抗后 紧接着就迎来了第二把 这把牌我做了一个straddle hijack的天鹏元帅limp buttonlimp 大盲补棋 我这边的棋手牌呢 是一对一个口袋队二 那么就选择了一个过牌 看翻牌四人底持 翻牌看上去非常美妙 是23k彩虹面 22看到了自己的一个set 牌面也是比较干燥 在大盲过牌后 我选择试探性的打了一枪80 只有天鹏元帅跟注 单挑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方片四 牌面虽然还是彩虹面 但是我肯定不会希望看到 合牌变成单张沉顺的局面 于是我继续下注200 这个时候天鹏元帅又行动了 他拿出了他的钉耙 加注到600 那我们面对这个加注 虽然我们是个set 但是经验告诉我 这里只能跟注 于是我选择跟注 一起看合牌 合牌很干净 是一张钩 那我们基于转牌的思路 选择过牌 天鹏元帅迅速下注800 那面对合牌的下注 虽然不是非常舒服 但是我们还是只能无奈的选择 跟注支付 在我们跟注之后 天鹏元帅秀出A5 今天与我们交战的第二手牌 天鹏元帅获胜 今天的第四手牌相对比较简单 是一个随败的底持 我在小盲位拿到了一个口袋队时 之前的行动是hijack link CO为squeeze到120 装位的boss跟注 我选择随bet挤压到700 只有CO跟注单挑 翻牌是A圈二彩虹面 我做了一个常规的三分之一 底持500的下注后 CO没有跟注 但是由于翻前的挤压尺度比较大 这个底持也还算不错啦 在这个时候呢 牌局加入了一位新朋友 变成了六人桌 新朋友买入2000 坐在我的上家 这把牌新朋友在CO为Limp40 我在专位的起手牌是35同色 在很多时候 如果CO为的起手超过100个straddle的话 我会选择做一个孤立的挤压 但是这边CO为买入 刚刚买入2000 只有50个straddle的情况下 我也选择随后Limp 这个时候小盲位的天盆元帅 又操起了钉耙 加注挤压到220 之后straddle跟注CO气排 那我和天盆元帅 以及straddle的后手 都超过了200个straddle 于是我也选择跟注 三人看翻牌 翻牌还是比较干净的 是K83彩虹面 我们击中了一个抵对后门花 天盆元帅持续下注400 straddle气排 那在straddle气排只剩下我和天盆元帅 单挑的情况下呢 我这个抵对后门花在有力位置 高频跟注防守就好 于是我跟注看转牌 那这手牌的故事就从这个草花五的转牌开始了 天盆元帅在转牌连续开出了第二枪 1100 排局进行到这个时候呢 我对天盆元帅的整体游戏风格也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了 这边抵持1520天盆元帅下注1100 而我的有效后手差不多是4300 如果我跟注1100 抵持就会变成3720 SPR就是不到1比1了 于是我毫不犹豫的推出了我的全部后手天盆元帅秒call 呃天盆元帅的手牌呢是一对A 那么在天盆元帅跟注我转牌的all in之后呢 我们选择两次合牌 第一次是黑桃8 是让AA变成了AA88两队反超了我们 幸好第二次的方片4是让我们平分了这个1万多的大底池 与天盆元帅的第三手较量是平局收场 这边插播一条补马消息 这里伴随着排局的进行 桌上对手的后手也越来越深 都超过了都基本超过了8000 于是我再次补马4000 今天的总买入也再次来到了1万大关 在补马之后 我们一起再来看一手随bet的底池 翻牌前我在hijack用九沟铜色open60 button跟注 随后小盲随bet到220 那面对这个随bet的尺度 我们相对于小盲又有位置 后手也非常深 于是我选择跟注220 专尾气排单挑 翻牌非常潮湿 是勾70两个方片 小盲持续下注240 那这边我感觉我们加注和跟注都是合理的选项 最终我选择跟注 一起来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2 小盲选择了过牌 在这个转牌 我们的这个顶对外加卡顺听牌的行动选项 就是下注一个中等注码就可以了 希望通过下注保护一下我们这个顶对的抵制权益 同时即使被跟注 这个顶对勾也有一定的修当价值 在合牌可以利用位置开牌修当 于是我下注520 对手跟注 一起来看合牌 合牌是一张黑色的6 行动就如同我在转牌时所计划的那样 在对手过牌后 我也选择了随后过牌 对手说他有11队 那我顺势秀出了我的勾一队 顺利的收下了这个3bet底池 那如果觉得刚这个3bet底池看的不过瘾的话呢 我再给大家带来一首3bet底池 这首牌翻前的3bet激进者变成了我们自己 我们在小盲位拿到了一手勾圈不同色 在装位open100之后 我选择随bet到500 令我比较意外的是 Straddle位的房主选择了冷扣500 装位也跟注 3人随bet底池开始了 翻牌来了K勾七两个红桃 我们手上勉强有一个红桃圈的阻挡 那在这个多人随bet底池 我们又在最不利位置 我并没有选择做持续下注 而是选择了过牌 Straddle也过牌后 装位选择下注1000 那这边有一个细节 大家可以从画面上看到 那个黄色的1000 是从我的手上扔到底池当中去的 这是因为装位玩家 在拿筹码尝试下注的时候 这个1000的筹码不小心掉到地上了 然后是我帮忙捡起来放回到桌上的 在我把筹码放回到桌上之后 装位玩家就随口说了句 那就1000们好了 那对于这个现场马脚在翻牌圈 我并不能很确定的判断出 装位玩家的牌力强度 同时考虑到还有Straddle的玩家 也还没行动 于是我选择先跟注 在我跟注之后 Straddle弃牌单挑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黑桃A 是一张对我们小盲随bet范围 相对比较契合的一张转牌 基于翻牌的思路 我选择继续过牌后 专卫玩家再次下注了1000 那面对专卫玩家转牌的这个1000的下注 我基本可以判断专卫玩家的牌力不是很强了 但是我这边的首牌只有一个红桃 并不是真正的所谓的带队顺花双抽 如果如果这边我们是真正的带队顺花双抽 就会有一个很高的频率在转牌就加注推回去了 无奈的是这把牌不是 但又面对这个非常诱人的底池赔率 我最终选择先跟注看一下合牌的情况再做决定 最终合牌的掉落是一张红桃4 我感觉我们的机会来了 因为在这个随bet底池 我们的这个勾一队在合牌去修 当感觉大概率是无法获胜的 于是我决定利用这张红桃4的合牌 和我们手上这个红桃圈的阻挡 直接推出了一个all in炸虎 在我推出all in之后 心中肯定是疯狂默念 赶紧弃牌赶紧弃牌 幸运的是 专卫玩家在稍作思考后 还是选择了一个弃牌 我们也是长嘘一口气 反病成功这次 那今天这场牌局 我保证让大家看个过瘾 大底池一个接一个 这把牌我在专卫拿到了一个AK不同色 加注挤压到160之后 想忙跟注大忙跟注 Stradle则是随bet到了460 在这个情况 如果是AK同色 我大概率会选择做一个4bet 但同时我也非常乐意 在有力位置和新朋友游戏一下翻后 于是我选择跟注大小忙也一起跟了进来 四人底池 翻牌是448两个黑桃 大忙玩家在翻牌出来后就直接扔掉了首排 Stradle持续下注1100 我们这边有两高张后门花 在观察我左边的天盆元帅似乎最对这个底池不感兴趣后 我选择跟注天盆元帅气牌 单挑看转牌 在单挑后行动相对简单 转牌是6合牌是9也都不是黑桃 对手也都是选择了过牌 我们的AK也是能够赢下对手一些比我们小的A挂 最后也是顺利通过修档收下了这个大底池 那既然提到了天盆元帅 那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今天与天盆元帅交战的最后一手 也是这期视频的最后一手牌 翻牌前我在button加注挤压到160 之后的小盲位的天盆元帅跟注 大盲跟注 straddle跟注 limper跟注 五人底池 这手牌的故事也就从这个翻牌正式开始了 翻牌是圈19 两个方片连接性非常强 非常潮湿 这个时候 小盲位的天盆元帅直接跳出来 在800的底池中 0打600 其他人全部弃牌到我之后 我这边有一个方片A的阻挡 以及一个卡顺的坚果听牌 外加我们还在有利位置 显然不能在这个翻牌就直接放弃 于是我们选择跟注 一起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看似有帮助到我们的草花A 为什么说是看似呢 我们倒回一下虽然天盆元帅整体的游戏风格比较疯狂 但是他在这个五人底池当中第一个零打大助 在这个转牌他又再次中注了1700 很显然已经代表了非常非常强的牌力了 在面对一般的其他玩家 我很有可能就会在这个转牌就放弃了 即便是在这边我们是集中了一个TPTK的 但是我们这里面对的是天盆元帅 实在不想就此放弃 于是我还是选择跟注 再次想看看能否利用合牌做一些特别的操作 最后合牌是一张方片石 这里天盆元帅直接在这个5400的底池中 凹令了他自己的全部后手 也就是差不多有8000多 直接扼杀了我们这边所有对这个底池的一切想法 虽然说这边如果天盆元帅在合牌过牌 面对这个攻队的方片石 我也不一定会做同样疯狂的举动 但是面对天盆元帅的这个封锁 所有行动的超持凹令 也没有留给我太多其他的选项了 我也只能无奈的选择弃牌 只能感叹说天盆元帅的九尺钉耙的攻击力 确实了得 好的那在丢掉刚刚这个大底池之后呢 今天这场牌局也差不多就到这边要结束了 最终我这场牌局的水位是基本水平 赢了一丢丢260块 不过话说回来 今天这场牌局和天盆元帅的交战 可以说是非常刺激非常开心 期待下次能再次与天盆元帅深入交流 德州扑克 那同样的 如果喜欢看这样子类型牌局的朋友 也别忘了点击一下订阅按钮哦 已经订阅了我的频道的朋友 也可以点一下视频下方的大拇指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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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